巴黎佛光中文学校带领许多的海外的学子们来学中文 而在疫情当下更是不停止学习 而这样努力之下呢 也让学生在校外活动当中拿下了不少的好成绩 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 但其实这些孩子从小生长在海外国家 说着外国语言过着不同文化的生活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 仍然坚持要学习母语 第四届全球华语朗诵大赛 历经三个月时间终于揭晓优胜名单 来自巴黎佛光中文学校的孩子们 从一万多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肯定 会像当初学习中文的行路历程 经过层层筛选终于取得甜美收获 我非常开心能得到这个奖 希望你们也可以在家里多说说中文 这样它会带来更多的帮助 在你们未来成长的时候 主要的是让他们喜欢中文 多去学中文 多去了解中国的这样的文化历史 巴黎佛光中文学校 在疫情期间仍旧课程不间断 孩子们努力精进 并在校外活动履创夹击 透过绘画朗诵等等展现耀眼光芒 我画这幅画的想法是因为我觉得 现在地球的污染情况特别的严重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停止对地球一切的污染 也共同努力保护环境 要培养更多学生多说中文 也鼓励家长陪伴学习激发孩子的兴趣 不只是学习语言 更是认识中国博大今生的历史文化 人间卫视返国巴黎综合报导 妈妈 我 好